他瞒着家人,读了十年高中,参加了七次高考。 从最开始的三本线不到,到最后,先后被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录取。 他却均选择复读,是什么让这个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踏上高考的独木桥? 他的这种行为究竟是荒废青春,还是百折不挠的求学精神? 本期给大家带来这部口碑两极分化的纪录片。 高时 故事发生于广西青州,市值2013年寒假。 26岁的唐尚俊独自创行在空档档的学校内。 2009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 失礼后,父亲送他去南宁的一所激工学校就读。 唐尚俊不甘心,他瞒着家人偷偷退学,用这笔学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高考复习录。 按家人的理解,唐尚俊今年应该是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年。 既然参加了工作,唐尚俊不得不去超市买点年货。 回家前,他换掉了应有本地滋养的购物袋,以免穿帮。 眼看离家越来越近,唐尚俊心情复杂。 他家在皇城港市的一个农村,离学校并不远。 他很想家,也有很多时间回家, 却因为背负的秘密,只能过年回家。 唐尚俊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都已各自成家。 父母也都六十几岁,头发花白。 每天起早贪黑下地干活。 唐尚俊心疼不已,他特意下厨,做了几道香喷喷的荤菜。 母亲却并不开心,儿子都会三十了,还没对象。 他以为是儿子挑三解四,不断教训。 村里条件不好,母亲只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去村外的河边。 有人问起尚俊的情况,母亲就说, 他在南宁一家厂上班,一个月一千六, 包住不包吃,挣的都不够自己花。 唐尚俊想给母亲惊喜,献宝斯的滴上五百块, 还自嘲这是他的辛苦钱。 其实这是他所在的补习学校每月发的补贴。 过一本县得三百块,超出的部分每分加二块五, 唐尚俊每月能领四百块。 母亲笑得开心,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小儿子的回报。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 父亲也常常松了一口气。 多年来,老人一直靠重甘蔗供儿子上学。 眼看儿子参加工作,老人顿时卸取了经济压力。 家里的老房子是一九九六年建的, 老人一直想做个排水沟, 却没钱没时间。 如今上俊不再花钱, 老人终于达成所愿。 上俊的三堂哥正安宁做生意, 他出言则怪。 自己打了那么多电话, 上俊却一直不接。 他以为上俊是忘恩负义。 挤完酒下毒后, 就语言不善地教训上俊。 以后就是当了县长, 省长, 也不能这么不讲情谊。 上俊哑巴吃黄莲, 只能默默陪酒, 独自吞下所有委屈。 还有两天就要过年, 上俊陪着母亲一起包年纵, 年纵要熬一天一夜才能熟透。 上俊就独自手艺看火。 他抱着其他, 唱着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想要回报父母的恩情 和对梦想的追求, 向两股返向奔腾的野马 狠狠撕掠着他, 无比煎熬。 除夕当天, 上俊给家里添了对脸, 村里四处鞭炮生生。 当晚, 姐姐们都回家吃年夜饭, 烟花, 春晚, 团圆。 在这个喜庆的时刻, 母亲二人却僵持起来。 母亲怪儿子不结婚, 担心他以后的生活。 上俊忍不住动情, 他安慰母亲。 你儿子一表人才, 你什么都不用愁。 逃老婆是件很容易的事。 今天拜土地公, 我只求爸妈身体健康。 母子二人各自抹泪, 一个是一心为儿子好的慈母, 一个是顾尽母亲恩情, 又不愿放弃梦想的儿子。 上俊心中愧疚, 大年初一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父亲砍掉地里的甘蔗, 准备明年中树, 退更还零。 老人种了二十几年甘蔗, 早就年老体弱, 力不从心。 如今彻底解放, 终于如释中复。 上俊为了弥补父母, 卖命干活。 在离开前, 他差不多干完了父母最重的活。 大年初五, 家人聚在一起吃三年团圆饭。 上俊给每个外孙们包了红包。 这个春节, 他过得尴尬又充实。 转眼, 到了正月初期, 上俊以上班为由, 离家返校, 朝阳为起, 天地放亮。 上俊一步一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小时候, 他一直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现在他有一些怀疑, 也许像他这样的农村孩子, 挣扎了一辈子, 逃不出这个圈。 他的前方茫茫一片不可琢磨。 可现在脚下有路, 明确又真实, 他必须走下去, 跋涉到尽头去看看。 半学期从此后, 唐上俊终于同全国 939万考生, 迎来了14年高考人数。 毕业时, 同学们照例, 又是一场私书本事的狂欢。 唐上俊看着小情侣表白, 见怪不怪。 散场时, 还登台为同学唱了一首歌。 转眼到了成绩公布的日子, 唐上俊激动不安地输入准考证号。 这是他第五次高考。 这一次, 他考了563分, 过了一本线。 唐上俊却却不满意。 西南政法大学给他打电话, 他委婉拒绝。 从初中开始, 他一直梦想着考上中科大, 他有些不甘心。 同时期, 新闻报道了本地理科状元 吴善柳的事迹。 吴善柳三十多岁, 曾辗转多所学校参加高考, 今年终于被清华录取。 但引人争议的是, 吴善柳曾几次考上重点大学, 甚至11年还考上北大。 有人怀疑他是高考专业户, 靠考上名校领取地方罪额奖金。 唐上俊解释, 吴善柳也来过他们补习班, 这人是真的想考清华, 不是为了什么奖金。 在吴善柳的精神鼓励下, 唐上俊最终决定再次复读。 2015年, 唐上俊参加第六次高考。 在广州打工期间, 他接到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因调节的专业不好, 他仍继续选择复读。 2016年, 唐上俊参加第七次高考。 625分, 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 唐上俊还是不满意, 老师劝他, 像这种名校间, 差距没那么大的。 坚持这么多年, 虽然精神可嘉, 但真的没必要如此执着。 唐上俊似乎终于想通。 这一次, 他拿着录取通知书, 把真相告诉了父母。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虽然被骗多年, 但眼见儿子出息, 他也心中宽慰。 然而不幸的是, 父亲得了肺癌。 当他拿着通知书 给父亲哥哥姐姐看时, 发现大家都很平静。 他们因为父亲的病情, 苦干眼泪。 没有人有心情 去分享这份从天而降的喜悦。 唐上俊突然意识到, 考上什么大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亲情。 父亲看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 不仅悲从中来。 儿子的毅力让他佩服。 他以为儿子的成绩感到骄傲。 他希望儿子 真的能由此改变命运。 唐上俊很小的时候就有梦想, 考大学的时候, 一定要去北京。 他要带一辈子没出门的爸爸妈妈 去北京看看。 七次高考, 他终于梦想成真。 他带着父母去了故宫, 长城, 鸟巢, 还有自己的学校。 父亲心中骄傲, 儿子这么有出息, 他此生真的无怨无悔了。 9月4日, 唐上俊败完诸学贷款, 入学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 边学习, 边在餐厅兼职。 10月16日, 唐上俊的父母在医院开始全身化疗, 对于唐上俊的坚持, 有人认为他精神可嘉, 很理智。 有人却横加指责, 浪费青春, 不值得, 没必要。 其实仔细想想, 唐上俊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主要还在于这是牵涉到高考。 如果刨开高考这个标签, 你会发现, 他真的没那么偏执。 有多少人, 工作看不到希望, 人就像唐上俊一样咬牙坚持。 有多少人, 生活看不到出路, 人就脚踏实地, 艰难苦啊。 我们不能因为他执着的是, 人人敏感的高考, 就否定他的人生态度, 替换个目标, 你我解释他。 所以, 回到开头的问题, 我不认为他是在荒废青春, 同样, 我也不认为, 这是个百折不挠的求学故事。 求学, 求的知识, 他浩瀚无边, 远不局限于分数, 学校。 唐上俊百折不挠的是对命运的抗争, 就凭这一点, 他就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 本部纪录片拍摄截止到2017年, 据某户上传后续, 唐上俊后来为了替父亲筹击手术费, 选择再次复读。 后来父亲去世, 唐上俊便一遍遍用高考来麻痹自己。 2021年, 唐上俊考了621分, 不知这一年, 他会不会如愿考进中科大。 世间万般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持。 一个努力证明自己, 努力向命运叫板的人, 值得我们每个人尊重。 这是纪录片, 高时, 我们下期再见。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